欢迎大家收看第十字评论 我是Thomas 今天的题目就是 盛传微软想割哪个狗菜呢 割什么狗菜呢 我们现在交代一下 中美关系就是惊涂蟹浪 布林肯最近说盛传会访问北京 不过就是 无论是吹和风或者吹任何一些所谓的中美的缓和 这样的声气都好 现在中美三方都是割走这个偏锋 中国也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反对美国 有传就是微软对中国有些行动 这个可能反映了中美关系 令到很多大企业有些不安 《时报》日前披露 微软决定把中国最最上級的人工智能 就是AI专家 就调往加拿大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这句话就是确保他们的安全 就是中国很不安全 也是的 他们披露到 就是说中国对于AI的人才 就会经常可能会有所谓的骚扰 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时报》的报导 不过这个计划就可能涉及到 这次就会将20到40名的专家 从北京就帮他们申请去加拿大 这些就是人才转移 之前有时说是微软在加拿大撤立的 新的AI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就很特别的 就不只是为了科技 而是应对中美关系的紧张 如果真的中美有什么依旺的话 实际上这些美国企业 是很不利的 所以就可能 会有微与筹谋 这个计划都称为 温高华计划 防止微软的顶级人材 被中国的科企 甚至是被中国的国家的基金 刮走 不过微软没有对这件事有正面的说法 所以温高华计划 微软也没有确认这件事 微软我感受很深的 因为我当年就做科技记者 当时微软很早 1998年11月就在北京成立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 这个当时也挺轰动 因为微软就是 本身来说当时的科技 你知道 整个IT的核心科技 都在微软里掌握 能够去到中国建立研究院 是吸收人才 培训中国人才 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搞 很难会有这个进展 所以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主要是做人工智能 所以现在有称为人工智能的黄报君校 就是说很多的结出人才 都是在这里训练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一说 这位康晓鸥 就是双汤的创办人 也是中文大学的教授 好了 他也是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做AI方面的研究 另外一位 被称为马云的左右手 这位人 已经好像升了做 院士 甚至好像是 政协委员 也是知名度很高的 他不是在微软 那里受训 不是在微软的研究院受训 他就是微软的副院长 因为他虽然是读心理学 不是很正确的 不是很完完全全的一个科技人 不过 他的学识和见解是相当厉害的 做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 另外 如果真的训练出来的人 就有 比如说 沈向阳 比如说 张亚勤 这些就很突出了 这些真的是他们训练出来的 那当时 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呢 因为很简单 中国人才很多 不过还没有发展 Bill基什的眼光相当锐利 先抢先 就是在这儿建立 当时是全球 全球只有第二间基础研究 就是基础研究的中心 就是撤起这个中国 就是第二间 第一间应该是 印度 差不多 就是亚洲里面当然只有 两个微软的基础研究中心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印度 而中国的规模比较大一点 差不多是可以比美美国本土的 这个微软的研究中心 现在到现在 微软的亚洲研究院 都有成 九千多人 当年中美比较合作 科技比较有交流 亚洲研究中心是中国科技人材的重要 培份中心 这是考虑肯定的 尤其是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 有相当大的贡献 因为每年都训练了很多顶级的人才 也同一时间 他们不只是留在微软的 可能也走到其他企业 去到不同的国家机构 带动了整个中国的AI 即人工智能的生态系统 微软是有他一份的贡献的 虽然说中国向来都是念旧症 所谓得人恩典就千年记 得人花大万年乡 不过就是 如果今次微软就是说 要将那些人才 从中国路移走 这件事就不是很友善 正所谓 Bill Gates就在中国的关系 一直都很良好 打了30年的交情 如果今次出了这些问题 分分钟 所谓的30年的道行 都要一朝丧 美国之音就报导 微软这个做法可能会引起北京的不满 因为随着中美的科技战 吹激烈的话 中国会比美国 智能的项目 一个新的竞争 不过我们早就已经预认了中美中衰 摊牌较量了 似乎美国非常靠不住 他的科技霸权 他的金融霸权 他的外交霸权 完全是一个霸权的国家 所以我们不会对他 就是推心置腹 也不会信得过他 所以10年前 习近平一再已经叮嘱大家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 就是人家的核心技术涉及到 军事国防 所以不用指望 是会向外供给别人 是定海神针来的 比如极端的AI的科技 量子计算这些 如果这个国家领先了的话 将会令到其他对手 是无办法跟他 有接近的距离 所以美国一定是不会 欧美也不会 欧洲国家也不会 日本更加不用说 也不会对中国 可以买到他们的技术 得到他们的支援和供应 所以早就赞明说了 需要高水平的科技要自立 自强 要有新的格局 来对科技进行攻克 就是说你要不断进步 当时习近平 鼓吹了这件事 就是说你不要打算买了 不要打算等了 自己押高三寿 自己自主研发 最近他访问了 提出一些说话 他说有些国家要搞白权 搞垄断 想我们中国做这个富庸国家 所以我们中国民族一定要复兴 我们要继续攻坚克难再上层楼 就是基于科技和各方面的工作 都需要不断进步 在这个内蒙设策的时候 现在讲到中国的形势了 以及我们应该要抱着什么态度 就是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双循环 双循环就是国内循环 以及带动这个国际的循环 这个就是有人曾经指 这些是中国是想闭关锁克 不过你没人要全面向你制裁的话 你又没有自主独立的准备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所以不是叫闭关锁克 一方面我们是开放 一方面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但我说我们会打开大门 谁跟我们合作我们欢迎 经济全球化是这个的大盗 大家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真资却建 以及是全球发展的一个希望 亦是我们所坚持的原则 好了今天的时间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